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Watt News 有一宗新闻 在12月24日 平安夜那一天發生 為何會突然間選擇那一天呢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我講的是港鐵沙中線的層板鋼筋剪短事件 港鐵在12月24日開了一個記者會 當日的記者會有一個港鐵委診的獨立專家顧問 嚴建平出席了 嚴先生在記者會上說些甚麼呢 我不細說了 因為很多行家、傳媒的朋友 都對於他的說法有不同的解讀 有些贊成有質疑的可能更加多 我想說兩件事 第一是嚴先生原來他的弟弟在港鐵做的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當他被一些記者問他原來他的弟弟做的 他回覆說他沒有向港鐵申報的弟弟做的 港鐵是否知道呢 他亦不清楚 但強調公事公辦沒有利益衝突 而且他的弟弟是屬於不同的工作範疇 亦不是老闆級的人士 希望公眾可以區分事件 家事歸家事 公事歸公事 我可以想其實嚴建平先生和他的弟弟 就是兩兄弟這一個就一定是家事來的 不過如果你的家族關係 可以和港鐵說聲呢 其實是否更好呢 對你做公事的時候是否能夠更加事半功倍 減少質疑呢 因為其實很奇怪的 當你自己本身你自覺已經是站在了一個 纏繞了香港這麼久的一個這麼重大的問題 封眼的時候 你不覺得如果你自己受這個港鐵委呈 而你又有一個直系親屬在那裏做的話 你不應該和你委呈你的機構說清楚的嗎 其實更加簡單的就是說 我想現在很多朋友 大家去譬如找東西做 或者申請一些銀行戶口 信用卡等等的時候 其實相關機構很多時候都會問 你有沒有直系親屬在那裏做的呢 那就是說 一般我們面對到的一些社會事務的時候 其實究竟有沒有親屬在相關的機構工作呢 這件事對於那些機構來說 其實他們都是很想知道的 因為為什麼呢 事實上你有沒有一些親屬在這些機構那裏做呢 是會直接對於這些機構 他們自己會衡量一下 究竟這件事啊 這個的關係啊 他們會怎樣去理解或者處理 當然我沒有說呢 嚴先生的弟弟在港鐵做 他自己就不可以做這個顧問 我沒有這樣說過 但是我覺得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他自己第一 他站在封眼之中的人 他不感覺到這個位置這個獨立顧問的身份是何其重要的呢 不是應該很審而慎之去理解和自己去想一想就是會不會對他弟弟造成影響呢 是不是也都應該就是說 跟港鐵說清楚呢 再者 我們都不知道他在受委屈之前有沒有跟他弟弟說呢 不過這樣 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呢 究竟家事和公事都好 我想現在呢 公眾都一定就會有一個公論的了 所以就不需要我去評價 不過這樣 那麼 嚴先生呢 他在提到 今次這個螺絲頭事件的時候呢 他也都有提到 他講到有一番話 我覺得呢 都可以跟大家談的 他就是說 他認為呢 螺絲頭扭入六圈是符合結構安全的要求 和指出呢 社會利… 從這個 為社會利益著想 盡可能在結構安全和社會利益中取得平衡 什麼叫做 從結構安全和社會利益中取得平衡 其實安全就是安全 不安全就是不安全的啦 你的結構安全和社會利益是不需要取得平衡的 反過來講就是說 你應該去檢視的 今次這件事就是說 結構安全有沒有產生問題 因為如果結構不安全的話 就會對整體社會利益造成不利 其實相當簡單易明的一個直接的道理 就是說如果不安全的話 就對社會利益有害 就不是要取得什麼的商戶之間的平衡 我希望呢 阿嚴先生呢 在以後這些這樣的 就是對公眾的一些記者會的談話的時候呢 之前呢 最好呢 就找港鐵的公關人士啊 就是相關的專業人士 問多些 談多些 甚至乎rehearsal一下 千萬不要再講出一些 似是而非的一些的論調 因為呢 我想來想去 什麼叫做結構安全和社會利益取得平衡呢 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其實可能 是我的資質 老頓啊 不過這樣 就是 我希望呢 阿嚴先生呢 如果可以的話呢 下次自己再解釋一下 或者呢 我會明白得多些 好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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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